你知道譬如我們很關心現在最熱烈的家暴條例 民間團體想約將局長議員約到半年 約到立法會申訴部都仍未見到 我想請問一般年輕人、一般市民 他們怎樣去循正常渠道和政府溝通呢? 究竟是正常渠道還是從門深鎖呢? 我想政府自己設出來自己會知道 另外一個題目我看到就是 如果年輕人,你看現在他們經常都針對 為什麼年輕人這麼激進? 可以香港政府看看他provide了什麼 他給了什麼社會,給了什麼前途給現在的年輕人 我們那一代,我叫做我們那一代 看到未來可能是做旅遊的比較好 上一代可能做建築業,可能房子業比較好 現在的年輕人,10歲10年8年之後 香港政府給了什麼呢? 拖,循序漸進 其實那些會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那個年輕人,其實你會怎樣徬徨? 我想香港政府應該看回這件事 韋雪,你提到年輕人 我不如把麥克風馬上交給年輕人說說,好嗎? 有哪位年輕人想說? 好,年輕人算了,好嗎? 後面綠色的位置,是 年輕人 好,待會敬佬 我想問尖議員,因為你剛剛很強調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言論自由 有他的空間去發表他的意見 要尊重別人的言論 但是你對於大陸08憲章事件裡面 劉曉波,他也是發表他的言論 這樣就被人抓了去坐牢了 我想問尖議員對這件事有什麼回應呢? 好,我不讓尖議員回應 我不讓尖議員回應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跟今天的問題差了一點 我們再聽一位年輕人的看法,好嗎? 這位也是… 青年了,起碼也 其實我也是想跟女士說差不多的東西 就是說回年輕人的問題 其實年輕人的問題就是 我們這代人覺得沒有出路 我們這代人就一直… 我們好一點的就叫接近中產 收入一萬 不好一點就像中五、中七畢業出來 就收五千元 但是我們沒有出路 就是… 就算我們有… 就是要好一點也好 收入差一點也好 我們共同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香港沒有民主制度 就是香港沒有民主之外 香港沒有民主制度 令到香港的財富分配不均 再令到香港很多其他東西 都去不了我們想要的東西 就是… 例如香港的環保問題等等 最終香港還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OK 好,還有沒有年輕人想表達意見? 是 OK 第一排第四位 是 慢慢來… 是,剛才尖培中議員說 這個七萬多只是一個小數字 我想說個故事 就是從前… 有個人被人抓了,偷東西 那個法官就跟他說 有三個人看到你偷東西 你怎麼解釋 然後呢 那個策略跟那個法官說 我看到有幾百萬人看到我偷東西 那我就是沒有罪 你呢 就好像那個賊一樣 說只有七萬人 是佔香港很少數 是吧 你不可以說 不是一就是二的 OK 好,你年紀少少少 攻擊力甚強 詹姆議員兩次請你發言 就… 第一個呢 剛才第一位朋友問呢 大家要了解國內他有自己的情形 我們香港有自己 所以香港有自己自由的環境 大家要珍惜 這件事真的你們要學一下 第二個問題呢 我剛才說七萬多是一個數字 但也都要衡量其他另外一個數字 所以呢 你剛才舉個例子 是你自己的意見 這件事呢 我亦都不供應你個人的代表性 所以呢 這是沒有矛盾的 我剛才說的呢 我特區政府 多少數字都好 要聽到的聲音 以及控制到的事實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好了,我們再聽聽現場朋友的看法 我告訴你 經常說年輕人 實際現在說我們這一代 即是說他們現在年輕一代 實際政府已經幫了很多東西 有什麼傷失青年 有什麼入學 有什麼樣東西 又說大學生就業 又有補貼 事實 比我們那個年代 真的完了 大哥 我們是 我們不能夠說 一步登天 個個希望畢業出來之後 有的 有洋樓 有汽車 不能夠的 真的有這個話給人 如果有 要捱 沒錯 要自己努力的 待會叫個口號 上街遊行 好像告訴你 全部的事情 要告訴你 你要整體社會 要照顧一下才行 不要只顧著你自己 大家要了解 這次的遊行有沒有激到呢? 我不覺得他激 因為我覺得他 例牌 例牌 叫三分鐘某某人下台 例牌 他喊而已 我叫黃蕭蕭下台 他會不會下台 好 旁邊的朋友 給他一個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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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姓文 你看到我的衣服 非常鮮艷 我自報的理由 根本就是 7月1日 我上午 觀賞自己的五星紅 隨隨升起 繼續參與上午的歡樂遊行 而且對於你說的 所謂的數字 就算你多一倍 多三倍 是怎樣 是吧 特區政府倒閉了 你有什麼好處 尤其是你們這些青人好處 我們好就一輩子 不好就大半輩子 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工作 那就是 那你就更加要督促 所謂的立法局部分的議員 所以 凡特區就必反 根本就是他這幾年 那幾屆 他們幫特區正處做了什麼事 激不激呢 是的 激不激呢 我當然說不激 兩倍、三倍都是怎樣 好 我請問後面那位年輕朋友 我也不算年輕 不過我想回應一下 因為在座有些年紀大的 與會者 我亦都明白他覺得現在 他覺得生活得好 但問題呢 可能他們有樓 有錢 沒有問題 但我住在新海區 看到很多老年人 因為香港政府的政策 對於老年人 基本上是勃款很少 很多老人家 就每天做什麼 就在公園行來無事 或者去商場坐在那裡 沒有事就在下棋 甚至煙的錢 就像撿人家的煙頭尾來吃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對於年輕輩 不滿足是應該的 因為大家都想更加好 我們有抗爭才要進 要改變 改變才有進步 好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不覺得這次遊行的 所謂激化的程度 是有些開始走的 我覺得不是激化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看回從03年開始 譬如有五十萬多人 或者五十幾萬 然後再少一點 這次有七萬多人 因為為什麼會有 你們認為激化 因為香港人比較保守 因為最重要的是 每一次上街之後 根本大家覺得好像沒什麼用 政府沒有回應 覺得政府只是說 只注重數字 好了 今次少了 政府很開心 但問題 上街之後 政府完全沒有回應到 市民的要求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生氣 好 激不激呢 那就必須要找 老實說 香港相對於其他很多地方 甚至亞洲國家 或者其他國家 大家在電視畫面 經常看到群眾運動 還有中國內地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我最近經常上網看 很多所謂群體事件 在內地現在稱為群體事件 即是我們香港這些群眾運動 死人倒屋 最近有一宗在玩具廠 但我們不想說的 在玩具廠的族群衝突 新疆的工人和廣東工人的衝突 死人的 爭取他們的權益 或者內地叫做維權事件 很多時候都有流血衝突 那些公安是打人的 但香港相對來說 這些群體事件 真的打邊爐和打屁股 相差十萬八千里 好,謝謝周文 怎麼會激呢 我們的社會基本上 本來是很和諧 我們爭取任何事情 應該是朝這個方向盡發的 我們休息一會 第三節回來再跟大家聊 今年的七一過去 大家都自然必然想到 今後的政治形勢 會怎麼發展呢 有些什麼重大的議程呢 到下年七一 的情況又會是怎樣的呢 教授 下年七一 或者是 講近一點 應該說 再過沒多久 就會這個 政制 會